救護車單架上這兩名男子 渾身是血 表情痛苦 因為他們兩個才剛從車裡救出來 當時他們就是開著這部銀色轎車 撞進民宅倉庫 所以兩個人才會困在車裡 警銷趕來破壞車體 緊急搶救 還看到現場有長長的煞車痕跡 滿地車殼碎片 但最無辜的是被波及的住戶 我就自己都嚇得要命 我回來看到這樣 住戶回想起來還餘盡猶存 自家車庫破了一個大洞 鐵卷門整個被撞歪還搖搖欲墜 愛車也遭殃 這場車禍嚇壞不少人 駕駛的部分 它是有氣胸 可能有氣血胸 可能有腦部 它可能有水腫 意識已經不清了 幸好送醫急救之後 兩名傷者都沒有生命危險 初步研判事故地點正好是彎道 路況不熟再加上酒後開車 抽血換算酒精呼氣值高達1.3 酒下釀貨真是害人害急 紀理夢章台中報導 電動 好 多了 好 好 好